好 主播 受到了馬勒卡的颱風影響 宜花東三地 都已經從午後 正式宣布了陸上警報 對此宜蘭的民宿業者業績 也大受影響 叫苦連天 讓我們看一下現場的訪問 退房率的話 剩大概應該不到五成 租房率 一般來說像今天應該 幾乎都大概百分之百 對 有些暴動的話 當然是整個都退 那閃客的話 也陸續有在退房的一個動作 這次颱風 真的我們宜蘭是受影響比較淺 但是對我來說個人 因為有很多人客人 都說要退 都無所謂 因為像昨天退四成 今天退三成 好 都沒看到 雖然宜蘭現在 仍然是風和日曆 但是各個民宿業者 門前的車子 都是空空如也 入房率相當的低 民宿業者強調 事實上這三天廉價以來 雖然說天候 並沒有受到太大影響 但民眾由於有預期的心理害怕 可能受到颱風的波及 所以導致連續三天 調房率從三成到五成不等 業績大受影響 本來打算在中秋這個廉價 將本來最近已經 相當不好生意的 一個產蛋的觀光 賺了回來 但現在希望整個是泡湯了 但我們只期待 接下來的日子 希望介紹剩下的假期的一些日子 能夠繼續等候到民眾 遊客能在天氣良好之後 再度回來宜蘭這邊遊玩 以上就是記者 介紹的追訓訊息 將鏡頭交換給彭倫主播